我用精力特别旺盛 伸出身体 伸出身体 子珍 昨天还还是山盟的求婚 总不能是不想负责 提起裤子跑路了吧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放 警察正后再拨 怎么会是空放呢 请问一下 有没有看到昨天跟我一起开房的男人 小姐 我不太记得 那我可以看一下监控吗 他是我男朋友 我联系不上他了 拜托了 好吧 怎么了 小姐 我刚刚也查了昨晚的开房记录 也只有你一个人 怎么会这样 小姐 你是不是做梦了 不可能 跟他谈了半年的恋爱 朱姿辰 你消失了 你好 请问有见过这个人吗 他以前经常跟我在那 不认识 朱姿辰 如果你不想负责 可以直接给我说 我绝不救 可是为什么 这边约我走遍了所有婚女约会的地方 甚至是你留给我的家庭住持 工作耽误 竟然都没有人见过你 我担心你发生了 最终寻找自己 是 您说的这个人 根本就不存在 难道这半年的恋爱 真的只是我的黄粮遗忘 我会一直对你好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一直不离不弃 紫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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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我怎么了 你怀孕了 怀孕 确实是喜爱 初次真不是我的梦 他真真切切的存在 孩子的父亲是谁 不见 不见了 怎么会不见了 一定是你在外图乱搞 奶奶 姐姐从小就不学无术 在外面都已惯了 是不是 和好姐的男的发生了关系 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道夫 你真的是道夫 奶奶 你跟紫辰是正常的恋爱关系 你是沈家的大小姐 谁允许你在外面 跟个野小子正常恋爱 你身干这个样子 谁还敢要你 哎呀 奶奶别生气 只要她 她会影响我们沈氏集团的生命 就随她去玩吧 这件事情已经闹得背背扬扬 怎么可能会不影响 沈氏集团的声誉呢 从现在开始 沈若惊 你再不是沈家的大小姐 在你心里 我只是联姻的工具吗 哈哈 那是你爱的 哈 神情 会出去 从现在开始 沈家大小姐的问题 就这样 妈妈 你确定爸爸在这里 确定 五年了 一个电话都不打 明明是第一财团的继承人 还骗我说家事不通 初次之 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快看 这不是被赶出家门的沈家大小姐吗 沈如青 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你什么态度 你以为你还是昔日的沈家大小姐吗 认清现实 现在的沈家大小姐 是沈若惊 你早就被赶出家门了 你现在 连一条像样的礼服裙都买不起了吗 失去点 赶紧滚了 穿成这样 在这样的场合也不嫌丢人 和你站在一起 我都觉得脏 我建议你去尝卫科看看 嘴巴这么丑 都淹入味了 竟然 你 你 沈若惊 你们家家教 真的该好好加强一下 沈若惊 你最好有点自知之明 你只是一个被赶出家门的残花败流 别在这里丢人现意 还懂一起出城 还有这个小野种 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妈咪 我说这么一股大海的味道 原来这群人脑子里都是水 你叫我的小野种 你骂谁呢 你给我过来 你骂谁小野种 我当年不知己 同时跟好几个野人一发生关系 生了孩子 都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 我不叫他小野种 叫他什么 原来这么多年 一直是你在外造谣 造谣 难道不是吗 怎么 敢做 还不敢认呢 就是 今天是除老婚人的生辰 你把野种带出来 你把野种带出来 也不觉得丢人 他怕是想来掉金龟絮的 不过 像他这种谁都能上的公交车 哪里还知道什么人是 只要有人能看得上他 他就会让他的小野种 喊一声罢 也不知道谁最后这么大 会接他的汗 赶紧带着你的小野种 给我滚 臭假 不会你 我猜不是小野种 我有爸爸 等我爸爸来了 把你们这些坏人都赶出去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连你妈妈都不知道 你的爸爸是谁 你怎么会知道 小小年纪就学会吹牛呀 真是爱慕虚荣 有这样的吗 教出这种儿子 也不奇怪吧 毕竟上梁不正 下梁歪 我没有撒谎 我就是有爸爸 我不是野种 你说的对 你有爸爸 你爸爸 就是路边的小野狗 你妈妈和小野狗 生下了你这么个小野种 谁说救 你敢打我 你说我没关系 但你不许说我儿子 我就说 他就是小野 你骂我一句 我就给你一把诈 不信的话 咱们试试看 我干 行 他不是说他有爸爸吗 那他爸爸是谁啊 我出来吓死你 那你倒是说呀 我爸爸是 我爸爸是谁 谁在那儿打上悬花 林小姐 沈若金存心捣乱 我们拦不住他 他竟然直接动手打人 沈若金 他却来了 沈小姐 这里不是你放肆的地方 跟你有什么关系 沈若金 怎么跟林小姐说话呢 你以为你还是那个平起平坐的沈家大小姐吗 就是 虽然你曾经和林小姐被并称为海城双书 可现在的你 连给林小姐提鞋不过 林小姐被楚夫人看中 马上要准备他和沈少爷的订婚了 楚辞称 闭嘴 沈少爷的名字也是你能提的吗 今天是我负责接待事宜 如果出了什么问题 楚夫人肯定会觉得我没用 而且绝对不能让沈若金出现在宴会上 沈小姐 请您立即离开 我不会走 我是来找孩子父亲 孩子父亲 你开玩笑的吧 今天来到这宴会上的人都非富其贵 你来这儿找孩子父亲 沈小姐 如果真的想要入席的话 也不是不行 不过 请问你带礼金了吗 这想要入席只有勤帖是不够的 还要带礼金 什么礼金 我想 你可能是太久没参加过宴会 不懂楚家的规矩 这楚夫人的生辰宴只收现金 不收礼物 所以楚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送百万礼金的座义桌 送千万礼金的座义桌 不知道啊 沈小姐 你打算坐哪桌呢 他哪有什么现金啊 他连孩子的奶粉钱都快没有了 守静 你不会是来打秋风的吧 楚家宴会可不是什么阿摩阿狗都能进的 更何况你还带着小野种 真是可笑 早爹可不是这么找的 林小姐 你就是太心软 直接找保安把她打出去得了 沈小姐 你如果没带现金的话 我想 你还是赶紧离开吧 不然被赶出去的话 面上就不好看了 谁说我没带 麻烦问下老夫人 送她个大孙子 该做哪桌 小家伙的眼睛 简直和楚家少女一模一样 难道 她真是楚家的孩子 这孩子居然是楚家的血脉 若是沈若京和楚家派上关系 以后谁还敢看扁她 沈小姐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说这小野种 这孩子 是沈小 还是沈小的 孩子的父亲是楚慈琛 你可真是感想 沈小那种身份 是你这种人可以肖想的吗 沈若京 我看你这日子过不下去 想嫁侯门小疯了吧 日子过得的确很辛苦 并且屋下越来越贵 如果都像大妈你一样就好了 像我 正呗 林小姐 这野孩子 肯定不是陈少的 他死得那么近 连您都敢骂 必须得给他点教训 沈若京 你如果教不好孩子 今天我都替你好好教教他 保安 把他给我抓起来 打烂他的字 抓不到我吧 你们这些坏人 等我爸爸来了 把你们都抓进去 还愣着个什么 给我抓住他 是 快 放开我 放开我 都给我住手 否则我的手一滑 他可就毁容了 沈小姐 你究竟要干什么 丑家不是你擦掩的地方 我要见楚慈琛 陈少不是说见就能见的 这样吧 我们先做个DNA检测 等结果出来再说 我养头发很怪的 你拿好哦 这财迷的样子 和老夫人还真像 小静 楚家做DNA很快的 你懂得吧 你敢欺骗楚家 请替您死定 沈小姐 我们现在等结果好了 是不是可以放开林小姐了 我等见到楚慈琛再说 免得林小姐在欺负我儿子 沈少爷飞机晚点了 他今晚不可能过来 什么 爸爸不来了 幸好我早有种 让妹妹去机场先办 叔叔 我能摸一下小狗吗 我还单身呢 我有这么老吗 小哥哥就给你摸 叔叔 我能摸一下哥哥吗 啊 沈哥 你终于到了 我跟你讲 你这小女孩可真有意思 爸爸 我不是你 爸爸 你别废话了 哥哥刚刚给我发信心说 他们现在被包围了 快去救救妈妈和哥哥 小朋友 妈妈是谁啊 沈若静 你快点 来不及了 沈小姐 你可以留在这里 直到DNA结果出来 现在可以放人了吗 行吧 杀人了 杀人了 沈若静 我是楚家未来的女主人 沈若静 你这么对我 这里不欢迎你 我看你就是针对林小姐 知道她今天主持宴会 故意带着野种上门捣乱的吧 还妄想取代林小姐嫁入楚家 恐怕不知道楚家血脉不容混淆 人家肯定要做DNA的吧 真是痴心妄想 家里没有镜子吗 你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 还想跟林小姐相提拼 你也配 就算你嫉妒林小姐 也要分分场合吧 今天是楚夫人寿宴 你不把林小姐放在眼里 就是不把楚家放在眼里 滚出去 滚出去 滚 滚哪 沈若静 你等不到结果 来人 把他们母子俩给我丢出去 爸爸 那就是妈妈 五年了 终于再见到你了 你要和林婉如订婚 不会 这些年你去哪了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沈小姐 请你管好自己的孩子 沈小姐 妈妈 爸爸为什么说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我 我应该认识你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小姐 你 楚先生小心 这种眼睛 怎么有点熟悉 没发烧 也没失忆 脑干也没受损 你是装的 沈小姐 听你自重 孩子都生了 你跟我说自重 沈小姐 你的意思是说 春哥就是你那个丢失的男朋友 不错 可是春哥五年前只回过国一次 停留了一周时间 你和你男朋友不是谈了半年恋爱吗 你和春哥往恋 他一直都在海城 我们每个周末都有约会 你这胖子也太不专业了 我都提醒过你了 春哥一直都在国外 你好歹变得像一点好吧 他一直都在国外 可我清楚地记得 我们约会的每一天 难道是我认识人 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沈小姐 我没有失忆 也收过了 不认识你 沈小姐 闹了半天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幻想出来的 现在死刑了吧 春少根本就不认识你 是啊 沈小姐 春少都说不认识你了 你可以走了吧 刚刚不是做了DNA检测吗 我等报告结果出来再走也不迟吧 沈小姐 你还要纠缠到什么时候 就连春少本人都说不认识你了 我看 那个DNA检测都可以不用做了 就是啊 姐姐 你还嫌丢人丢得不够吗 果然是贱女人 不知羞耻 以为随便带个野主 就能上门来认清了 可惜啊 春少不吃你那套 你真的不相信我 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闲杂人等出去 我是傅子晨 DNA检测结果出来了 DNA检测结果出来了 你想干什么 我 我想看看报告 太好了 现在结果出来了 我倒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借口留在这里 沈若京今天赶在楚家撒语 待会就得狠狠地给她点教训 不然林小姐今天的罪 就白瘦了 说得没错 春少 绝对不能放过这个谎话连天的女人 一定要重重地惩罚她 绝不能姑息 如果每个人都有样学样 那楚家可不算麻烦吗 春少 快点打开报告 郑小姐 这场闹剧该紧出来 好 那我自己去做DNA检测 结果出来我再找你 太好了 思辰 就这么帮她走了吗 她刚刚可是故意把我划伤了 你也滚 爸爸 诚哥 这小家伙怎么办 你家在哪 爸爸我不知道 别叫我爸爸 好多爸爸 现在回家吧 妹妹呢 留给你爸做DNA 少爷 紫辰 你终于回来了 这是 小丫头 你是谁家的孩子呀 姐姐 我是爸爸家的 你又在外面欠下的风流债吧 是神若金的 当年你被林婉如算计 生了小雨 这孩子跟小雨一样吧 难不成 你一个晚上跟两个女人在一起 我去被算计过那一次 我会联系她妈妈 过来带她回家 家里呀 有一个哥哥 不过她已经睡觉了 等明天她醒来 陪你玩好不好 嗯 这个神若金啊 在外面名声不好 但孩子是无辜的 照护好她 李小姐以楚家明 对外在有消息 说你很生气 不想在海上再看到神若金一下 这个林婉如啊 难怪慈臣不喜欢她 小心思是太多了 要去澄清吗 澄清 澄清就是打她的脸 打她的脸 就是打小雨的脸 小雨啊 是我一手带大的 为了她 就算了吧 小丫头 走吧 小萌 奶奶去给你准备早餐 好不好啊 嗯 长得还挺可爱 祖母说小妹妹的妈妈名声不好 所以等会她打招呼的话 要不要理她 她好高了 虽然出身不好 但病毒挪延内果 非常好 她看不见我 她看不见我 这是小萌的 这是小雨的 真是太可爱了 怎么就不是我的孙儿了 妈 当年如果把她三胞胎全偷过来 就没有今天这些麻烦了 我年轻我下药设计处刺 结果却被沈苗津解毒行动 好在她根本不知道 那男人的真是生亏 后来我买通了她的医生 就来只发了双打牌 偷走她一个孩子 偷一个孩子 都差点被她爸发现 再说 你要那三胞胎干嘛 你和陈少 是要有自己孩子的 让那三胞胎 来跟你生家产 可沈若金现在已经找上了门 这样下去 迟早会被发现呢 现在怎么办 别怕 沈若金现在 根本就接触不到陈少 过不了几日 他们一家人 就要滚出海中 我已经派人去施压了 你就等好消息吧 大佬 说 上次你给我的DNA检测样本 结果出来了 他们是夫子 检测报告发你邮箱 好 知道了 大佬 有人要出高价买你的生物培养品专利 要不要借借买家 没空 你都退休了还忙啥呀 忙着找孩子吧 你好 我找楚慈琛 请问您是有预约吗 没有 麻烦你打个电话给他 告诉他我是沈若金 你就是沈若金 林小姐早就交代过 不会让你上去去骚扰楚先生 请您立即离开 不然我们就不客气 嗯 沈若金 林小姐马上就要和楚先生订婚了 你还敢闹到他身上 真是不要 诚哥 这Z博士也太神出鬼魔了 他手机还设有最高加密 我们根本找不到他 否则也不会让你亲自出马 诚哥牛逼 这防火墙都让你给破了 让我看看Z博士的手机定位在哪 这不是公司门口吗 沈若金 怎么又是你 我跟你说 我和诚哥今天马上去找人 没空理你 别不吃台诀 检测报告出来了 孩子是你的 你为了嫁给我诚哥 竟然连假报告都做了 沈小姐 我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不用处心积虑地接近我 我对这招不感兴趣 你如果不信我 你自己也去做一次不就好了 我希望你做完DNA以后联系我 并且跟我解释清楚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还有 我竟然不知道 楚氏集团的大门 竟然是林婉如做主 不愧是曾经的高领之花呀 突然忘了阵事了 快看看Z博士的手机定位在哪了 被发现了 朱先生是林小姐 你被辞退了 郑哥你要去哪儿 回家 回家干嘛 真要去做DNA啊 沈小姐 我们是儿童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 接到市民举报 说这里有人虐待儿童 所以特意来调查 这个林婉如真是一魂不散 我现在要询问你几个问题 还请你如实回答 请问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算是自由职业吧 那就是没有工作了 据我们调查 你母亲和父亲是无业游民 所以全家没有收入 我们还询问了周围的邻居 知道你们家有两个孩子 但小女孩常年被你关在家里 不让她出门 请问这是为什么 因为她不喜欢 怎么可能 小孩子都喜欢出去玩 你这样做 别是捉拿奸女的 现在我们怀疑孩子有被虐倾向 请让她出来见见我们 她不在家 她都不出去 怎么可能不在家 沈若京 是不是因为你常年虐待孩子 所以才阻拦他们见我们 这女的 连自己的孩子都虐待 调查的人都找上门来了 怎么能这样 太过分了 是啊 哪有这样当妈的 简直太过分了 快点把孩子交出来 交出来 交出来 交出来啊 沈若京我们已经报警 请求他们解救落男儿童 没错 在你接受调查期间 孩子会被送到孤儿院 好好的调教 对了 我常年在孤儿院做义工 你放心 你的孩子 我会帮你好好的管教 我知道你很能达 那你总不能拦着他们吧 袭警 是犯法了 人呢 我都说了不在家 他们在哪 去找他们爸爸了 还好我精致 否则就要落入魔掌了 你是谁叫的孩子 为什么在这里 看着有点眼熟 不过 一个五岁的孩子 就给你紧张成这样 这总又不是来找春哥喊爸爸的吧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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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认识我吗 我是祖天爷 我和妹妹是游共胎 我好想你 你怎么又抱个孩子回来了 这又是你的 你到底有多少个我不知道的孩子呀 他不是 我会联系他妈妈过来接他 漂亮姐姐 你是爸爸的妹妹吗 我是爸爸的妈妈 怎么可能 你看起来比爸爸还年轻 初天爷 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爸爸和妹妹呀 初晓蒙是你妹妹 你们两个认识啊 对 我们在一个幼儿园上学的 我带你去找妹妹 夫人 小少爷跟着孩子找的真相 乍看一下 还以为是亲兄弟呢 他们会不会 真是楚家的孩子吧 妈 我回来了 哟 我们楚家二少爷 还知道楚家的门朝哪开呀 妈 瞧你说的 我听说沈若京带着孩子 找上门来了 这就是那俩孩子啊 五年前你哥出事的那晚 你不会也在华舍酒店吧 你怎么知道 平时你最怕你哥了 一听见这个消息啊 你就赶紧赶回来了 肯定这其中有猫腻 还不说实话 我那天跟几个哥们儿 去开房打游戏来着 喝多了 然后又和一个女人发生关系了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不是 我也没想到我这么牛逼呀 竟然睡了沟里这花啊 你别高兴得太早 孩子未必是你的 先做个DNA吧 楚鱼果然很优秀 他会不会因此少分给我一传 初天野的那头小卷毛也太可爱了吧 好想摸一摸 别看我 别看我 取了一根头发 叔叔叔 白一根头发很疼的 但是你想要的话 我愿意给你 只是长出一根头发需要很多油洋品 我和妹妹一出生就 没了爸爸 妈妈还心如苦 小处晚归 还是没钱给我买油洋品 婚友情啊 你要多少 我给你 一根头发 一百万 行 等我取完现金给你 不用这么麻烦 我有银行卡 银行卡转进去就行了 转好了 我头发很多的 要不要多买几根 你一定去查清楚 他们俩到底是父子关系 还是书职关系 小丫头吸过甜吗 甜 叔叔想吃西瓜吗 我和妹妹一出生就没了爸爸 妈妈起早抬黑去扫大街 等等 你刚不是说去搬砖吗 搬完砖又去扫大街 我妈妈很穷的 导致我妹妹没吃过西瓜 它很不实的 所以一块西瓜五千块 要甜又脆 老又不气哦 这些年也不知道他们吃了多少苦 夫人 林婉如来了 说沈若京两个孩子的事情 想跟你说 让他进来吧 伯母 我们查到这些年来 沈若京 因为找不到那晚的男人 将所有的怒火 发现到孩子们的身上 这是儿童保护协会 搜集来的证据 什么 他们竟然敢虐待孩子 什么 他们竟然敢虐待孩子 他这么激动干什么 这里面 还有沈泰夫人提供的消息 说沈若京 从小就不学无术 喜怒无常 而且沈泰夫人还提供一个劲爆的消息 原来他十岁那年 曾被拐卖到大山深处 十三岁才找回来 回来的时候 他回省睡醒 不让人靠近 所以 他可能受了什么刺激 能受什么打击 被拐到大山里肯定是像新闻里报告的那样 给人做童养席 怪不得名声那么烂 就算真有什么 也不是他的错 重要的是这些 如果他心思歹毒 虐待孩子 那我们绝对不会轻扰 小小姐这么怕人 难道是因为这个 你去把家庭医生找来 立刻安排给孩子们做一个身体和心理的全面体检 是 伯母 两个孩子都还小 如果沈若京上门威胁的话 怕是也不敢说实话 而且 沈若京也会以此为借口 纠缠此身的话 吓到厨余怎么办 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 绝不允许沈若京登门 也不许他见两个孩子 只要沈若京进不来宠家 那就没办法进室 伯母 我先带小语去吃饭 去吧 走啊 小语 走了 小语 你要多跟爸爸撒娇 说想妈妈了 让我多去楚家 记住了吗 都怪楚自身限制我 每个月只能去一次处境 如果不来楚家处理这两个小野种 恐怕后患无穷 还有那两个小孩子 他们是去跟你争夺家产的 你要想办法把他们赶走 他们的妈妈也是个坏人 他如果去楚家 一定不能让他见爸爸 记住了吗 我跟你说话呢 你是眼了吗 啊 喂 为什么别人的妈咪都宠爱孩子 和我的妈咪每次来看我都要提挑剂 你没事吧 小家伙 小语怎么样了 小少爷没事 只是受到了惊吓 死活不肯放开那个救他的女人 快带我去见起 小语的救命恩人 他就是我们家的大贵人了 刚刚那个女人还在 大老 你当时都把自己最心爱的机车气了 足以见他当时情况紧急 你说你干嘛拿自己的命去赌 胡什么呀 我车怎么样了 送去修了 上次跟你说的那个 生物培养米专利的事 你考虑怎么样了 对方开价可不低啊 不怎么样 谁能想到 想遇国际的微生物专家 对不起 竟然是眼前这么年轻的意思 偏偏人家放着钱不转 没办法 专利多任性 妈咪 奶奶让我们在爸爸家多住几天 你明天可以把妹妹的书包送来吗 看来小野和小龙 在储家过得还挺开心 储自称虽然忘了 但我也不想让孩子们失望 小野 妈妈只是没满着你的要求 你怎么一身不肯就跑呢 回家也不告诉妈妈一身 害妈妈找了你一整晚 平时小野跟着我都好好的 怎么到了你那儿就要离家出走了呢 孩子在妈妈面前 总会骄纵些 伯母 小野今天受惊吓 我可不可以在这里陪他住几天 自称说过 严禁令晚人在储家过夜 可孩子生病时都会照顾 小野 我讨厌你 走开 小野 我送你出去吧 你妈咪真讨厌 我妈咪就不一样了 她又哭又晒 什么都会 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昨天就我的阿姨比你妈妈漂亮 怎么可能我没见过比我妈咪还要厉害的 漂亮阿姨汽车很厉害 我妈咪也很厉害 漂亮阿姨身上香香的软软的 我妈咪也香也软 漂亮阿姨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我要让爸爸娶漂亮阿姨 不行 爸爸要娶我妈咪 我妈咪才是最厉害的 妹妹 你说是不是 嗯 我妈咪到了 我带你去见见她 你只要一看到 肯定就会觉得 比你漂亮阿姨很漂亮 夫人 沈露惊来了 不见 伯母 我先走了 跟我去找妈咪 沈小姐 请你离开 初家暂时不欢迎你 我是来找我两个孩子的 沈若惊 你怎么这么一魂不散 初家你是进不去的 赶紧滚吧 麻烦你再询问一次 我只叫我的孩子出来 别在这里白费力气了 实话告诉你 有我在 你永远别想进 初家的大门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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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你 漂亮阿姨 你是来看我的吗 你怎么在这里 这是我家呀 昨天我救的孩子 竟然是初家的孩子 小语 你怎么能和他说话 他不是好人 沈若惊 不管你什么时候 开始接触的我儿子 我警告你 以后都不许再跟我儿子说话 沈小姐 我家主人吩咐过 不准你再上门来 请你立即离开 主人的吩咐 难道处刺 陈宇不想让我进出家 沈若惊 是听不懂人话吗 还是不要脸 赶紧滚吧 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 走走走 再不走我就喊保安了 放开 漂亮阿姨 你对伤口还疼吗 妈咪 你受伤了 对 漂亮阿姨 昨天为了救我 腿上缝了八枕 沈小姐 没想到是你救了小语 快请进 妈咪 那你别站着了 我扶你进去坐 对 漂亮阿姨 慢点坐 妈 是不是很痛 没事 不疼 如果是别人 怕是恨不得 把上师说的多么严重 让被救的人感恩待命 可她却是一副 轻描淡写的样子 根本不是外面 传的那么不学无术 好却懒做 沈小姐 你跟慈臣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们 沈小姐 爸爸 我还喜欢这个 给她换个玩具 小朋友 别人的玩具 不能随便跑 这是初语借给我玩的 爸爸 你为什么只给初语 不给我 你想要应该 找你爸爸去呀 你就是我爸爸 我不是 你又不许叫我爸爸 这是我亲手 给你做的玩具 又不许再借给其他人 我爸爸 我讨厌你 沈小姐 楚下没有替别人 养孩子的习惯 请你把两个孩子 带走 沈小姐 此生说话太过分了 我替他 向你道个歉 小爷 小萌 我们走 这个爸爸 不要也罢 漂亮阿姨 不要走 小宇 别闹 你爸爸不允许沈小姐 和她的孩子 等你 那就让漂亮阿姨 落下来 爸爸走 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闹 沈小姐 此生的态度 你也看到了 请你以后 不要再来打扰 我们一家三口了 初语 放手 沈若婷 你不许带孩子们走 我知道你小时候 经历过不好的事情 把你变成一个心理变态 但是你再怎么样 也不能虐待我女 初小萌吧 你看看她现在 沉默寡言的样子 都快被你虐待出心理疾病了 妈咪没有虐待我 报告出来了 沈若婷 我知道孩子维护你 但没关系 医生 告诉她小萌的提醒报告吧 小小姐身体健康 但心理上有一些问题 她有轻微的社苦 一般造成这种性格 有两种情况 一是受了什么打击 所以不怨见人 二是智商太高 不愿和低诱人群打交道 那她是受了哪种打击啊 小小姐属于第二种情况 我竟然生了一个高智商天才 沈若婷小时候也是因为开口外 找医生检查后 被判定为智商太高 如果小龙也是这样 那他们二人 很有可能才是真的妇女啊 你去沈若婷 找到她的T恤刀 再做一次DNA检测 记得要快 是 沈若婷 就算孩子们没事 我也不可能娶你的 你在胡说什么 沈若婷 别装了 孩子是慈墨的 你别再缠着慈臣不放了 我知道 慈臣的身份更尊贵 不想被我比下去 可你也不能云墨混珠啊 就是 你也不能云墨 靠零尔如 你说谁云墨呢 沈小姐 我想我们还是各自归位吧 结束这场闹剧 如果你还要救转慈臣的话 怕只在里都要乱套了 我想 楚伯母和慈臣 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 所以 你准备把我推给你弟弟 沈小姐 我说过很多遍 我不认识你 我要求你跟我孩子 再做次DNA检测 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那晚亲眼看到楚慈墨 从你房间出来 这个做不了假 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再跟慈臣做一个 林小姐 我不过是想做一份DNA检测 你为何一直阻拦 慈臣这些年只跟我发生过关系 别做梦了 你们发生过关系 想必你还不知道 你就都是我和她的孩子吧 所以 请你对慈臣死心吧 别再来讲回我们的生活了 所以你明明没有失忆 却不肯和我相认 是因为她 沈小姐 请你搞清楚 我从未和你谈过恋爱 那小野和小萌是怎么来的 他们是你的孩子 与我不关 我最后再重申一遍 我不认识你 我也不会和你的孩子做什么DNA 成了我 念了我 也想过他或许已经机会生死 可从未想过 会是现在这种样子 小野小猫 我们走 沈小姐 您再留一会儿行吗 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对 你再等一会儿 等DNA报告出来了 我要和这个女人 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好 为了避免出意外 我亲自去取检测金屋 你一定要把沈小姐和两个孩子给我留住 知道吗 放心 这是妈咪 给我和妹妹调缀的营养品 我请你喝饮酒 漂亮阿姨做的也太好了 这两个孩子不处理 早晚会出事 姐 我不会这么轻易让你留在宠家 这都是你逼我的 小少爷 你怎么了医生医生 哎呀 小语 哎呀好冬啊 哈哈 哎呀 小语小语小语你怎么了 你快醒过来 你别瞎妈妈小语啊 你来照看这两个孩子 你管那两个小野种干嘛 快过来看小语 他是此真的儿子 出家的少爷 他要是出了什么事 此人不会放过你们的 小语 小语 别忘了 别走睡来了 啊 啊 都给我送过来 你这边已经够了 不够 都给小语背着 别忘了 你是谁家的佣人 哈哈哈 哈哈哈 弯弯 难道我和妹妹不是爸爸的孩子吗 为什么他们不给我们治疗 啊 好痛 啊 这都是白澡 不三个孩子都喝了白澡 哎 哎 现在已经有了结果 还不快给他们解毒 这个毒是用来储藏的 毒性巨大 一口毙命 肯定会有办法的 前几年 C博士发明了一款解毒碗 如果再半小时一 给他们留下 应该还有的救 那还愣着干什么 可是 我只收藏了一颗 给小语 凭什么 我们的孩子 你就不管了吗 石若精 你有两个孩子 秋小姐要给的你 你也不知道该救哪个 不如给小语 思辰 小语可是你的儿子 闭嘴 初先生 请赶快做选择吧 再来就来不及了 小语 石若精你干什么 你确定要把药给初语室 小语 我用我初家的药 救我的儿子 无可厚非 赶紧把药还给我 他才别怪我 对你不客气 好 药可以给初语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跟我的两个孩子 做敌人的检测 可以 这可以让你死心 小语再来这里 DNA检测报告 我拿到了 没想到我才出门两个小时 家里出现这么大的乱子 这两个孩子竟然真是我 可为什么他说 我和他谈了伴娘的恋爱 我根本就记不得 是个老虎死的 竟然背着我去做了DNA 死人 医生是在他给孩子的银瓶里 发现的毒药 所以毒是他吓的 他恨极了我们 所以他要毒死我们的孩子 就算做了DNA又怎么 如今那两个小质品 也会死 正好一两百里 你恨他就恨他 为什么也要给我的孩子下毒 你怎么这么狠 所有的银瓶里都有毒吗 你装什么呀 你为了给所有的孩子都下毒 你肯定会在所有的银瓶里 都下毒的呀 石油精 你干什么用人 报告看了吗 结果是什么 是负责关系 那你告诉大家 楚天爷的爸爸是谁 是我 小爷 听见了吗 听见了 都记住了 小爷跟小萌也是出家的孩子 以后再有谁区别对待 我饶不了你们 还好还好 毒大部分都吐了出来 只有极少部分被吸收了 没有生命危险 紫辰 你看到了吗 他当着你的面都敢毒杀我 他在这杀人 紫辰 他就是个冷血动物 毒是他下的 是吧 然后 他把解药给了小宇 他只是为了让你愧疚 不要追究他的罪责 他的两个孩子却要死了 他还是害死了你的孩子 你不能放过他 你也觉得那天晚上 不是你 楚宇和楚慈珊当年的DNA 也是达到了99.9% 只要我咬死这个 楚慈珊就不可能放弃 紫辰 小宇是你的亲生儿子 五年间那晚不是我 他怎么捉来的 四肢 看在小宇的份上 送我去夜宴 小宇他们还有多长时间 如果没有及时服用解毒丸的话 毒性已经开始侵蚀他们的五苍六腹 活不过一个小时 我灵气海生所有的权威医生 立刻揪着这两个孩子 没有 我灵气最不是 寻找解毒丸 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哪怕是抢 也要把药给我抢回来 是 就剩下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那个女人为什么要把孩子带走 简直是浪费时间 如果我的孩子们活不了 我不会放过她的 他们竟然不是我的孩子 原来以为我和大哥的孩子比例是二比一 结果没想到居然是零比三 什么天才女儿 都是别人家的 你去哪里 沈家 我也去 太过分了 爸爸一家人都太过分了 这次如果不多分点一场给我的话 我绝对不会原谅她 妹妹 你怎么不说话 你在想什么 我的状态了 你难道不生气吗 爸爸把唯一的药丸给了厨余 却不给我们 要不是妈妈是碎博士有解毒药 我们可能就要死掉了 你说在爸爸心里 我们是不是不重要 回来了 我刚把几个房间的床灯 被她多洗了一下 正好拿出来晒一晒 外婆 我抱你啊 好呀 你和妹妹的照片呢 都有点发霉了 今天太阳好啊 去拿出来多晒一晒 到五十块钱 微信还是支付吧 你这个小财迷 走 孩子们已经没有了吗 这 就连白饭都挂上了 都关在跟沈若静 如果不是她把孩子抱走 怎么会走得这么快啊 太过分了 沈若静把人灵堂布置得 也太极楼了 我们出家的孩子 哪能这样啊 叔叔 我 原来是活的 吓我一跳 死了叔叔可以给我烧点钱吗 你怎么跳前眼里了 小野 你没事就太好了 可不可以带奶奶去你的房间看一看呀 好的好的 奶奶这边走 你也一起去房间 我的小孩房间不感兴趣啊 你感兴趣 你们两个好好聊聊 切除误会 小强我们刚刚都没看过 肯定是记忍少人 这是我的日记本 这是我的日记本不能看 小野 你才五岁 奶奶帮你看一看 有没有错别次 检查一下好吗 好吧 不过 第三十八夜 千万不能看哦 嗯 好 我去找妹妹来 好 今天是我的生日 可是妈妈却出去工作到很晚 只为了给我和妹妹买个生日蛋糕 我好心疼妈妈 妈妈让我许愿 我的愿望是我的银行卡里可以突然有氧球啊 这样就可以给妈妈养来了 这个愿望我谁也没有吃过 因为说出去就不灵了 我以后拿着眼神器给任何人看看 唉 这些年 沈若清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真是太不容易了 难怪小夜这么猜谜 妈 咱们家那么有钱 你还不照样猜谜啊 可见这个东西啊 就是遗传呢 哎 这个月你工资的分红发了吧 妈 你要干嘛 你侄子的生日心愿 咱们能不满足他吗 快 给他转两千万 你怎么不转呢 我这不是不舍得吗 好吧 但是我没打银行卡号啊 那 你看看 这不是写在后面了吗 知道神力愿望 会有神资帮忙实现的 所以把银行卡号也选上 我们神明转错了钱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哥哥 你不是说去你房间吗 等会儿 走 给他们端盘习惯 给叔叔吗 什么叔叔 那是尊贵的客户 原来 你就是贼博士 这跟你没有关系吧 水小姐 不如我们谈谈吧 谈你怎么为了厨语 舍弃了两个孩子吗 水小姐 五年前那一晚我被人算解 发生的什么都记不清楚 所以才误会了你 水这次 你我都是孩子的父母 何必这么大敌业 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做过 伤害你的事 老婆 这榴莲太贵了 以后咱这先别买了 楚家对外封杀我 我现在没戏牌也没收入 神老夫人呢 又因为楚家的命令 和你决裂 以后再也不给生活费了 我算了算 家里的存款 不多了 得省着点花 小野最可怜 这么小的孩子 楚家竟然下命令 给幼儿园不让他上学 咱们要赶紧存款 好让他上好学校 咱们到底跟楚家 什么仇什么怨呢 他们怎么能这么狠呢 楚家的确没做什么 伤害我的事 只不过让我爸被封杀 让我妈被赶出家门 又让我儿子 无输可毒而已 抱歉 我会处理好这件事 还有那个 楚自身 辜负了咱家经济 别让我看见他 我都见一次打一次 静静 这位是 楚自身 伯父 伯母 其实我还挺硬啊 不过我才年轻五岁 你肯定不是我的对手 你父亲 母年轻很厉害啊 当然 他以前演的是个皇帝 叶国皇帝 龙套 伯母 楚家怎么找上门了 咱们是不是应该准备一下 连夜逃走 我阿公不用的 祖母和爸爸不是来欺负我们的 是来给我们送温暖的 沈小姐 家里的事情呢 已经查清楚了 下毒的是家里的保姆 前几天 她打碎了一个花瓶 我让她赔偿 因此 她心生怨恨 现在呢 已经报警处理了 在楚家时 你就知道抓不到证据 幸亏我们自己 自己的方式 承犯了林宛如 之前 我是觉得小语 不能没有妈妈 所以我一直撮合 慈琛和林宛如 但现在 我觉得 她不适合 做楚家的主母 所以 我已经取消了 对她的口头婚约 林宛如呢 坏了身子 也取消了婚约 也算是付出了代价 但她 毕竟是小语的妈妈 楚家 也不好做得太过分 喂 小语醒了 她想见你 我没有替别人养孩子的爱好 漂亮 阿姨 我想见你 你和弟弟妹妹在哪 我要去找你们 沈小姐 既然小野和小萌 也是楚家的孩子 我看 不如你带着他们 一起住进楚家吧 不用了 你在家里 哪里也不许去 我不 孩子们也需要休息 就先不多打扰吧 关于五年前的事情 我会派人调查清楚 有结果后会通知你 去通知海珍所有人 楚家和沈家不存在间隙 收回林万如下达的那些命令 另外 和林家的口头婚约取消 我不会和林万如订婚 是 林小姐已经找到医院 林家人过去接管 立即照顾 嗯 什么 小语林家出走了 小少爷大哭了一场 说累了要好好休息 让我们都出去 还不让我们打扰 我们也没想到会这样 先生 我们来这小少爷了 但是他不回家 说 如果不让他去沈家的话 他就绝食 算了算了 让他去吧 跟两个孩子 培养一下感情也是好的 如果沈小姐不让他进门 就得楚女回家 也要过于纠缠 妈妈 你是我妈妈 不许乱喊 我没乱喊 我是爸爸的孩子 小野和小萌 也是爸爸的孩子 所以你只要嫁给爸爸 你就是我的妈妈了 初雨 这里不欢迎你 你现在马上回家 我不 妈妈 你真的不能让小宇哥哥进来吗 他是坏女人的儿子 那个坏女人还想害我们 唉 为什么小宇哥哥不能是我的亲哥哥呢 如果我们是三胞胎 就可以相接相爱了 坏女人做妈妈 她真是太可怜了 进来 谢谢妈妈 不许叫妈 谢谢漂亮阿姨 你只能在这里一天 明天早上我就送你回去 太好了 初雨 你今晚和我睡吧 可以进去看下两个孩子吗 随你 初雨的生日是哪一天 十月初四 什么 沈小姐为何如此惊讶 初雨的生日是十月初四 龙凤胎的生日是十月初十 前后只差七天 什么算 你当年脚踩两条船 当年的厨子 沈在我面前动不动就恋爱 一副纯情的模样 原来都是庄 根本就是个渣男 沈小姐 我真的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也从来没有失忆过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国外 极少回国 你说你从来没有跟我恋爱 那这是什么 这是 这是我们当时约会 在公园拍的照片 这些年 我就是拿着这照片到处寻找 想要找到你 沈小姐你放心 这件事 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爸爸我不回家 我要和漂亮阿姨在一起 小姨小萌 看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对不起 爸爸之前犯的错 不知道 你们也是爸爸的孩子 现在想要弥补 不知道小姨 小萌 愿不愿意给爸爸这个机会呢 他这么放得下生意乱 不像是不管不个样子 难道他真的不记得我 我先走了 明天再来 请把厨余带走 沈小姐 小宇她性格倔强 就算我现在把她带走 她还是会找机会再过来 麻烦你照顾她几天 就当 楚家欠你个人情 嗯 臭爸爸就这样走了 臭直男 这不是爸爸亲手救的大黄蜂吗 谁心罕这 又不值钱 小雨乖 这不是你敢待的地方 你是我儿子 你再跟我回家 你别走 你凭什么到别人家里来抢人 就凭我是他妈 你放手 走 你再不放手 他可就脱旧了 你到底是不是孩子的亲妈 一点都不知道心疼孩子的吧 你们干什么呢 水若惊 楚雨是我儿子 我有权带走他 我不走 我要和苗亮阿姨在一起 这由不得你 我是你妈 是你法律上的监护人 这是她的出生证明 楚雨是我儿子 你如果再不放开他 我就报警 说你拐卖儿童 最起码 你也有几年的牢狱之灾 这仙子怎么这么熟悉 沈若惊 宛如才是孩子的母亲 他们母子之间有点矛盾 你说你一个外人总是插手 怎么着 你还想阻止他们母子团聚啊 孩子是楚慈琛送来的 就算要走 也是楚慈琛自己来接 一口一个楚慈琛 你果然贼心不死 我知道了 你因为你带走楚雨 就能够嫁进楚家 我告诉你 不可能 你都有两个孩子 为什么总是霸占别人的孩子呢 你怎么这么贱 这么喜欢帮别人养孩子 你就算身份放得再低 楚家也不会让你进门的 沈若惊 今天无论如何 都要带走楚雨 你离我儿子远点 都要带走楚雨 你离我儿子远点 要不要我打电话 让楚慈琛来跟你说说 看来说够了 说够了 就快滚 嗨你 我们走 妈 现在怎么办 沉住气 别慌啊 我怎么可能不慌 小雨是我唯一的筹码 如果被他们发现 小雨的绅士 那我不就完了 当年那些人 我都送走了 别自乱阵脚 至于小雨 我自有办法让她回家 那个出身证明 上面的医院 是海上的第一副医院 而且林宛如的主治人生 竟然也是我当初的主治人生 这一切是不是有点太久了 我刚刚问了 楚家果然对外生意 政府了之前要封杀我们的命运 我也有了行程 明天要参加一个商业活动 可以比我二十万 对了 这林夫人很奇怪 我们两家关系明明也不好 明天她生日竟还给我发了生日请帖 我不去 那我们去 行 喂 沈小姐 明天是林夫人的生辰 她是小雨的外婆 于情于理都应该参加 所以我打算明天接小雨参加宴会 你看什么时候方便 我明天会去生日宴 那正好 能不能麻烦你把小雨带到生日宴 行 结束后 正好把她接走 漂亮阿姨 盐会结束后 你记得要接我 你回家 小雨 昨天你妈妈来抢你了 她有句话说得对 我们家呀 是没有资格留你 如果我也是漂亮阿姨的孩子 该多好 漂亮阿姨和妈妈不一样 妈妈总是说着温柔的话 搬着狠心的事 可漂亮阿姨却总是冷冷的 搬着温柔的事 等宴会结束 漂亮阿姨不带我走 我也可以自己回来 来 那不是当年为我接生的林医生吗 她和林夫人怎么会在一起 林医生 你来干什么 林夫人贵人多忘事 难得记得我 当年我就是满通了她 才神不知古不觉的 透露沈若京一个孩子 她怎么来了 你来找我是 最近出了个医疗事故 对方要求索赔两百万 我这不是手头紧吗 林夫人 你看 你真是狮子大开口 哪里哪里 这个林家从那个孩子身上得到的 简直是九牛一毛 当然 我也可以直接去找沈若京 告诉她 其实她当年生的 是三宝开 沈小姐 你在这里干涉她 钱我稍后会转给你 但是我警告你 别再出现我面前听见没有 好的 沈小姐 这么鬼鬼祟祟的干嘛去 真是尚不得抬你 小语呢 哎呀小语 你一定要分清楚 谁才是你的妈妈 不要别人给你点什么好处 你就目光短情 被别人收买了呀 小奶阿姨才不是别人 嘿你 管家 那沈夫人和沈小姐到处去逛逛 他们好久没参加过这种宴会了 一定要好好招待 是 沈小姐 沈夫人 请吧 林夫人这么气急来回 看来跟敏医生说的事情 很明显 几乎 宴会结束后 我要去医院找一三两生 那可是我们小姐的线 她的钢琴 已经达到了演奏级的水域 而且这些钢琴售价几百万 火葬了弄坏了 又赔不起 楚少爷来了 楚家大少爷都来了 看来楚琳两家的好事将近 就算看在楚衣小少爷的面子上 应该有意思 既然人到齐了 全入席吧 林家把沈小姐安排的最后 是欺负沈家示威 是觉得沈小姐配不上我们楚家吗 我们楚家找媳妇 一向是只看人品 不看出身 如果要光看出身的话 那她连宛如都是不够看的 紫辰 你干什么去啊 你出去透透气 早前听说林小姐才艺双节 今天真是一宝耳福了 林小姐在钢琴上的造诣 在国内可是数一数二的 我们今天能听到她的弹琴 真的是有福气了 你们说笑呢 林小姐你真是迁兮了 刚才那首曲子被你弹得优美动听 宛如天籁啊 沈小姐你会弹钢琴吗 换一点 那过多少集了 没考 一集都没过呀 不会弹琴就是不会 什么叫一点啊 我也会弹 不会弹两只老虎 沈夫人 您真该好好管管孩子了 从小就这么放纵 长大了 可是要吃亏的 女孩子嘛 总得要有一门 拿得出手的才艺才行 津津会弹 她会弹什么 弹棉花吗 还是算了吧 别捂了咱们耳朵 我儿子前两天 刚弹了加沃特舞曲 沈小姐你会吗 你儿子 不是才六岁吗 看那架势 还以为都会呢 就这种曲子 我儿子都会 沈夫人 您女儿 还真是会异点啊 这 莫扎特的小小小变奏曲 变奏二 变奏三 她弹得更快了 这是我听过 最好听的曲子 先丑了 我去下卫生间 沈夫人 没想到沈小姐 竟然如此秀外慧众 你们家真是太低调了 沈小姐这种造诣 在国际上 那都是能排上名的 我也去下卫生间 爸爸 你昨天不是说 要去找小野吗 这个毕竟丁刚还没做好 你有一套 我也要给他做一套 爸爸是要在这上面 刻上小野的名字吗 CTY是他姓名的首字母 对 可是爸爸昨天给了他一个大黄蜂 小野也没有原谅你 他会不会不喜欢这个 那他喜欢什么 不知道 但可以问问呀 漂亮 阿姨 你帮帮帮帮帮帮 他很喜欢这些东西 是吗 我挨的尾巴这里 他喜欢加个圈 这样吗 是这样 沈小姐 主先生 前天还有好节目 等着你们呢 漂亮阿姨 别忘记带着我 沈小姐 我看小语这样 总是打扰沈小姐也不太好 要不 还是让她回楚家吧 云小姐 我们关系没这么紧 有必要喊我名字 沈若静 你不会真的以为你和楚思辰是一个世界的人吧 可会让你看清楚 低贱的普通人和我们航门之间的插曲 妈 为了给你庆祝生日呀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 是吗 大家都知道啊 这古时候少不了戏子登台演出 咱们现代人呀 也喜欢找个小明星来冲冲场子 天王影帝我是请不来 这种十八线的 还是一抓一大把 果然 爸爸忽然有通告 是他们在告归 妈 我包下他一天 你想让他干什么 就干什么 我记得 你是个小演员吧 那你就给大家表演个横子吧 你要是能哄得我妈笑一笑 享费加费 别忘了老板交代他 客户就是少议 演个猴子怎么来 快点让 这小明星不懂事 花钱请你来的 储在那干什么 宝妇 你这样就太不懂事了 这是人家沈小姐的父亲 呦 这么巧啊 那就别演猴子了 演个情景剧吧 你就把我妈当成老福音 你就是那个太监 给我母亲贺个瘦就行了 这奴才给主子贺瘦 是不是要下跪啊 这活 我接了 你干什么 我们可是签过合同的 你也签了次的 怎么失蹈临头反悔 你赶紧跟客户道歉 明明是他们太过分了 咱们合同上写得很清楚 要满足客户的需求 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 你就是个小演员 耍什么大牌呀 信不信我立马跟公司说 马上封杀你 让你以后再也不了戏 你敢离开这个门 就面临和林家高额违约金 那可是十倍两百万 你赔得起吗 我们赔得起 回去告诉你们老板 他和你们公司解约了 他会不会嫌弃有这样一个父亲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父亲 他是一名野员 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 封建王朝早就被推翻了 每个职业都值得被尊重 今日多有打扰 告辞 稍等 十一世纪 光天花月之下这么多人 你要干什么 打你 宝镖 宝镖 把他给我抓去 报警 我要报警 报警 我要报警 林夫人 这只是两人之间的玩笑打闹 还不用报警 你们家也的确欺人太甚 怪不得人家会动手 打听广众之下 也不应该打人哪 上次还给我女儿下毒 林夫人确定要追究上次下毒的事情吗 好 今天我给楚夫人一个面子 这件事我不追究 我滚 记得把厨余带走 漂亮 阿姨 你怎么不接我呀 沈小姐 我想向你解释一下 其实 紫琛和林婉珠 只是一场意外 她意外还挺多的 就一次意外 什么意思 就是和你是同一天 什么 怎么可能 难道她那天消失不见 是在我婚事后 跑去找林婉如了 楚语是早产儿 她一个月的时候 被林婉如带进楚家的 当时呢 孩子就一点点的 跟别的孩子呢 差不多 之后呢 慈琛就一直没有回国 跟她也没有再联系 两个人在一起 加起来说的话 不超过五句 不像林家在外面 说的那样 妈 你跟她说那些干嘛 就她这样呢 我都看不上 怎么可能入得了 我哥的眼 放心 我对管不住 下半身的人 不感兴趣 我们能不能 进去看看两个孩子 进吧 你们先进去吧 我拿点东西 奶奶 爸爸昨天说 今天来看 他真的说话不算 昨天他跟你道歉 你不理他 所以他今天 不敢来了呀 那我不理他 他怎么不知道 好意乎我 小语周岁时 我送了他一只大黄蜂 两岁时 我送了他擒天柱 五岁时 我送了他威震天 舅爷 爸爸之前 不知道有你的存在 昨天我已经给你送了大黄蜂 今天 我一亲手做了个 威震天和擒天柱 你想不想要 呀 好 以后厨余有的 你也都有 包括遗产吗 包括遗产吗 真是个小财迷 小梦 爸爸知道 你不喜欢变形金刚 这是我做了批注的两本书 谢谢爸爸 真乖 不好意思是陪下 我外公外婆还有妈咪去干什么了 是不是有人来找他们盘饭 爸爸你去帮妈妈 好 听说你们在林家宴会上撒野了 千惠你能不能动点事 林家和楚家是什么关系 你不知道吗 得罪了楚家 以后还有你的好日子过 姑姑 奶奶为了这事 已经请示难安好几天了 你们 就不能省点心吗 你们来就是为了说这件事 当然不是 我来找你有重要的事情 今天家里有客人不方便 你有什么事就在这说 什么客人 是金金的 朋友 他的朋友 他整天在外面交接了多少骨棚膏药 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 我说你也该好好管管他了 这个家门 你还真进不了 我记得我们已经被赶出沈家了 我们的家事就不劳沈夫人费心了 这就是你所谓的朋友 长得这么好看 一定是个小白脸 你叫什么 应该是认错了 毕竟楚先生已经把他打翻了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 你叫什么 这么没礼貌 连对长辈的基本礼仪都不贵 白瞎了一张好脸 妈你还是回去吧 今天不管你想谈什么都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的 让开 今天这个家门 你还真进不去 那我不进了 就在这里 把事情说清楚 我今天来 就是为了沈若京的婚事 婚事 没错 他如今已经二十五了 整天吊儿郎当的 无务正义 还能会一辈子 何况还带了两个孩子 有什么好人家会要他 也就是这样的小白脸 能跟他玩一会儿 守静 那什么表情 奶奶也是为了你好 你们是真的为了我好 还是担心凌家的事情 会影响到你们 你 不管怎么样 灰室我的安排好了 你跟我回家见见 那您打算 给津津找个什么样的好人家 你一个追逐 哪有你说话的 妈 他是我丈夫 请你尊重点 好了 说正事 你知道你二弟妹 娘家老二今年也二十八了 他不是一直喜欢晶晶吗 所以我出面说了一下 这庄婚事就这么敲定了 你说的是老李家那傻小子 什么傻小子 李家和沈家也算是门当务对 他们家老二脑子是有点问题 但是没有问题的话会缺沈若京吗 妈 你怎么能这样 这是多么好的一桩婚事啊 两家亲上加亲 不然就沈若京这种残花败柳 还带着两个小爷主 能找到什么样的人家 有了这么多年 他但是孩子 遭受了这么多的背影 甚至连他亲人都这么对待 当然 我会让李家 善待两个孩子的 最起码能养到他们大学 不比他们那个穷贵爸爸好多了 我们储家的孩子 还不需要别人家来养 什么储家 你就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不错 你是哪家公司的签约业人 懂不懂海城的规矩 孩子是你的就是你的呗 说什么储家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冒充哪个储家呢 哥 储少爷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喊他哥 哥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储少爷 这位 是你哪位哥哥 能被我叫哥的 当然是我大哥了 你是储慈琛 孩子是储慈琛的 这跟你无关 请回吧 我们早就跟沈家断干净了 以后也别再来往 好呀 你这是攀上勾知了 求不起沈家了 可以断干净 你所有的一切 都是沈家给你的 包括你身上穿的衣服 你怎么能断得精 你说的养育之恩 开个价吧 我都会还给你 沈千惠 我看你是糊涂了 你真要跟我断绝关系吗 好 那就算算清楚 是我 一口半一口半 把你从一个小鹰儿养到这么大 你欠我的是一筹命 你怎么还 老公你干什么 你千万别怂 我把老太夫给杀了 沈千惠 你要干什么 我还你这筹命 我听说人走过有十万行 我这就生气 要留下赵公海陪办丈夫 只不能还 那我就还你十万鞋 一千一万 你可千万不能干傻事 怎么 下不去手了 人只有十万鞋 你要是还给我 就一天都还给我 账不是这么算的 你把我妈养到十八岁 上大学以后 她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自己承担 当年沈家家产就几百万 是她上任以后做到了上亿资产 这么算来的话 岂不是你们要把沈家交给我妈 放飞 不好意思 手滑了 你继续说 好呀 你竟敢谋杀祖母吗 来呀 杀我呀 够了 来人 以后你们再敢骚扰沈家 想起我让你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管管管 看着你们就会下 看下 沈夫人 这些年在海城 我对您早有所耳闻 没想到我们一家呢 会有这样的缘分 沈小姐为我们家生了龙凤胎 我们储家不会不管 让爸爸娶妈妈吧 不行 所以你现在还是不认识我是吗 对 这样 那你可以走了 那 孩子们呢 可是我想和漂亮阿姨在一起 妈妈在哪里 我说在哪里 哥哥说的对 小雨 祖母想你 能不能留下来呀 可是我想和漂亮阿姨在一起 只要你们三个都来储家住 还担心漂亮阿姨不来呢 我才不去 我可不像某人 让妈咪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多少钱我都不会出卖妈咪的 所以你就这么出卖妈咪 我也不想的 可是奶奶给的太多了 妹妹 祖母说了 储家有个大大的图书馆 里面藏着很多书 尤其是爵士忽本 而且储家的藏书阁里没人 呼吻外人 是不能随便进入的 走吧 去哪儿 去我的图费馆 所以你们要去储家 妈咪 等我拿到了祖母的钱 你就可以每天当着咸鱼了 我给你养老都完全没有问题 等钱到时候 你就会回来的 我拿到这些书也会回来的 对 我们一起回去 等他们回来的时候 我也回来 爸爸不娶漂亮阿姨 等我长大了去 行吧 正好 我也能抽空去一趟那家医院 找李医生 伯母 之前呢 除雨中毒 身体虚弱 我呢 就想让她休息一段时间 明天呢 我想让她继续去上学 所以从明天开始 你们俩就不用来了 那今天 我们还是好好陪陪她吧 行吧 那好 我们去吧 漂亮阿姨 漂亮阿姨 居然这么多天没来找我 我要收拾行李 去找漂亮阿姨 毕竟夫妻不能分开太久 否则会有婚姻危机 漂亮阿姨 看到我 你是不是很失望啊 小语 你这个小没良心的 你到底知不知道 谁才是你妈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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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妈呢 其实是很爱很爱你的 她呢 只是 不太善于表达 对啊 小语 你看 这呢 是你妈妈 最心爱的宝石 我们现在呢 送给你 正好可以送给 漂亮阿姨 可以当做 电情信物 这个宝石呢 千万不能告诉 你爸爸好不好 好 我才不会告诉爸爸 这是我和漂亮阿姨的秘密 妈 这样真的可以吗 放心吧 那石头的放射性极强 最多一周 初语就会患上血液病 而治疗血液病 最好的方案 就是让你和楚思琛 跟你再生一个孩子来救 到时候 你就可以提要求了 让你们结婚 可如果慈生不同意呢 你放心 楚夫人 一定会让她同意 你别忘了 楚语 可是她最疼爱的孙女 小爷怎么了 饿了还是渴了 漂亮阿姨不在 我这个楚天野和楚小萌 都未来继父 要帮漂亮阿姨照顾好孩子 没什么 我就是想看看 你刚才拿的是什么 没什么 好吧 小爷 爸爸我和妹妹从小就可怜 妈妈辛辛苦苦 早起她还养活我们 小爷 你想说什么 爸爸今天楚语的妈妈 送给了她一个好大的宝石 我也要 有多大呀 真 你快跟我去看看 那个宝石肯定值很多钱 看就是这个 喂 妈妈出雨季医院了 在海城儿童医院 沈若静 你到底对小语做了什么 她为什么会突然高烧昏局 小语只是身体不适 和沈小姐有什么关系 伯母 你一直都很注意小语的身体 楚家一直有家庭医生 给小语做定时检查 小语她从小到大 她就没生过这么大的病 可偏偏 到他们家就生病了 肯定是她虐待小语 别哭了 毕竟不是轻生的 很难当自己孩子养 沈小姐有所疏忽 也是可以理解 但是小语这次好了 就不麻烦沈小姐了 楚夫人 孩子养 还是要自己养 不是吗 没事没事 烧已经退了 就是惊觉发烧 应该是受到了什么惊吓 接下来好好安抚 她的情绪就好了 不要离开我 不要离开我 之前 楚语差点被大货车撞上了 受到了惊吓 我看 她是对你形成了依赖 沈小姐 不然 麻烦你再陪她一会儿去吧 好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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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在这里 小语 妈妈在这 妈妈 妈妈 我是妈妈 我一直陪着你的 沈小姐 我的孩子 就不劳烦你照看了 沈小姐 抱歉 给你添麻烦了 嗯 楚语 还是先不能去沈家 之前是我考虑不周 你们两个身份 实在尴尬 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的 本来是正常的事 但是放在楚语身上 给了林婉如 伤害你的理由 我不能让你 陷入这种情谊 知道 睡了 楚语本来就不是我的孩子 现在终于不用管了 应该开心了不是吗 可为什么看着他们一家人 心里有些发动呢 我去找医生沟通一下 你们照顾好小语 妈妈你不要靠近我 妈妈你走开 听说了吗 李医生摊上事了 听说 他收了孕妇家属红包 给人做逼钞后 告诉人是女孩 结果淫产后发现 居然是男孩 那家人重男轻女 现在他都不敢来医院了 估计啊 是怕人家堵着要赔偿呢 这一生怎么这样 你们不知道吧 其实他经常收患者家属红包 跟孕妇做一些私下交易 今天这事还不算最大的 都是他的常规操作 再说了 人有贵人照着 不会出事的 这件事 这件事情是真的 这件事情不用被上面给压下去了 要我说 我一点都不同情那个月 这一家人重男轻 真是 他们呀就是头腰空 好了 咱们刚刚说 刚收起来 李医生 是不是给我接生的李医生 上次在停车场和林夫人站在一起的 好像也是李医生 沈小姐 真的是你啊 我是五年前跟你接生的那个护士 你那三个孩子还好吗 我只有两个孩子 不是三个吗 我没记错呀 五年前我刚毕业 在这里实习 负责接生婴儿 因为沈小姐你长得非常漂亮 又一举生了三个 所以我对你的印象 一直很深刻 我去找一下医生 你们聊 紫辰 楚先生 你吃不吃水果 我帮你削个苹果吧 不用 那你吃香蕉吗 或者葡萄 我刚洗的 你是孩子的亲妈妈 楚先生什么意思呀 我当然是小语的亲妈妈 小语狗少 嘴唇都干成这个样子 李医生定主要是不是给小语擦一下嘴唇 近来到现在 你就只知道问我吃不吃水 我关系过孩子 我 出去 啊 我说出去 就去一下林婉儒的DNA样本 为小语重新做一下比对 是 马上召开跨骨会议 妈 环东还呢 怎么了 楚先生开始怀疑我了 我刚才在病房外厅的 他说要取我的DNA去跟小语做检测 怎么办呀现在 他如果发现小语不是我生的 那我们林家就完了 冷静点 别出个事慌慌张张的 妈那现在怎么办呀 是 不静 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 你听 是 早上也不见了 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昨天晚上我特别快睡着了 可是除了医生和护士 没有人进来 快叫监控 是 是 没事的吧 天哪 小语被劫持了 怎么办呢 儿子 你先给我找 能从你手里把人抢走 此人肯定不走 别好好想想 最近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尤其是很心静的人 这次隐藏的存在 我听了宝允协议的那几个拥有 和几场复允 那他真是身份的没有解 成功 你 你知道吗 但我赶紧 兄弟们 你告诉我是不是 咱们把他加弹平 还劫持小语 真是吃了熊悉豹子得了 你 你 行了 把他们回毁尸灭迹 那可怎么办呀 小语他才五岁 他根本就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呀 是 你逐动 进去就进 喂 大老 你让我加急做你和厨语的DNA检测 结果出来了 快说 厨语是你的亲生 是 是 厨夫人 我正好有个事情要跟你说 厨语去你那里了吗 没有啊 怎么了 他不见了 如果他一找你的话 请第一时间和我联系 人在你们手上 好 那个朗宝石找到了吗 他一直戴在身上 很好 那就让他一直戴着 妈 你说 厨子山是不是真的发现什么了 为什么厨语丢了 厨家到现在都没人告诉我们 厨家没有告诉我们 那我们就当不知道 而且 就算他们有所怀疑 没有厨语 他们连DNA都验不过 所以你放欢心 那就好 妈 那那个小椰柱怎么办 要不 我们把它处理吧 没了孩子 楚家就发现不了真相 一句后患 不行 没了孩子 你还怎么比得过沈若静 那怎么办呀 现在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你急什么 如果楚慈琛怀疑 我们就毁尸灭迹 一了百了 退出楚太太之政 可如果没有怀疑 再说 你去看看那个小椰柱 小小年纪 还挺聪明 如果不是大山 还真就被他给跑了 离他远点 他脖子上的蓝宝石 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没事 我这体格 我什么都不犯 他那东西有辐射呀 还是离远点吧 我说了没事就是没事 给我他了 来啊 打败打败 想喝水吗 喝什么 废话 一点用没有 你有什么资格喝水 楚天野和楚小萌到楚家 只生活了几天 沈若静就可以自由地出入楚家了 而我呢 你再出家整整生活了五年 我这什么也没有得到 没有东西 是妈妈的声音 别人的妈妈都那么爱孩子 我的妈妈为什么不爱我 给我看好 是啊是啊 绝对是凌驾帮家了孩子 他们未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小语至今生死未博 我得想想办法 不能让他们真的要了小语的命 你给我打电话做什么 你是不是嫉妒我 你胡说什么 我嫉妒你什么 嫉妒我出身比你好 嫉妒我长得比你好 嫉妒我有两个孩子 你却只有你一个孩子 哦不对 楚语还动不动就发烧 指不定那天就夭折了 到时候你连一个都没有 我跟楚刺臣之间 将没有任何阻碍 小语原谅我 妈妈说这么恶毒的话 是为了保护吗 你放屁 楚刺臣对你完全没有感觉 是吗 别挂啊 我给你个惊喜 沈小姐有什么事吗 思辰 你之前答应过我 也会让我住进楚家的 对吗 这女人在搞什么 你之前相见有病 今天忽然变得热情 我之前说过的话 一直算数 你可以带着孩子 随时住进楚家 好 以后 我住进楚家 就算举办宴会 也会邀请出一女性的 放心 我没那么想起 沈若姐你 好 那你什么时候住进来 不用麻烦了 妈 楚语她不能死 必须活着 我要嫁给楚刺臣 我要成为楚太太 急什么 淡定点 不要自乱阵情啊 夫人 不好了 小少爷她不行了 什么 怎么还没请医生 不能请 这个关头 一点风吹草动 都是问题 楚家正满海城地寻找她 如果被发现了 我们全部都完了 可她死了 楚刺臣就会取水若惊了 这个世界 我们不能冒险 宛如 你听我说 现在如果她死了 总比他们发现了好 楚云 你给我醒过来 你不许死 你不许死 我一定要救活她 她不能死 你给我醒醒一点 我一定要救活她 你们都给我想办法 快去医院呀 如果是想病想伤的 我们到时候 有自己的治疗办法 可是现在她伤成这样 就算送去医院 胡马也救我活了 那就没有办法了 难道我就眼睁睁看着 沈若惊嫁进楚家吗 你给我起来 你给我听着 现在也不是没有办法 如果沈若惊 就是杀害楚语的凶手 而你 就是受害人的母亲 楚家就永远都欠我 没错 我一定要阻止沈若惊 嫁进楚家 去查一查林家 盯紧他们 有任何风吹草动 立刻告诉我 大佬 我哪里方便去他们家呀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查 我去查 很容易被发现 什么人 发生什么事了 林夫人 你这一大清早上 到底想干嘛 想干嘛 警察同志 我要报警 你这又闹得是哪一处啊 你没闹 是因为你的孙子被杀了 你什么意思 今天一大早 有人突然来到我家 说看到沈若惊 杀了楚语 跑试后花园 这不可能 我也不信 所以让你们把楚语带过来 如果一切是误会 那说明白就好 楚语他人呢 楚语 楚语被绑架了 一定是他 一定是他 我亲耳听到他说过 如果没有楚语 此车就会取他入门 沈若惊 你好狠的信呐 他还是一个五岁的孩子 你也是有孩子的人呐 你怎么笑得去这样的毒手 我没有杀人 我们没有杀人 林夫人 你不要空口无凭 随便污蔑人 嘿 我污蔑人 警察同志 进去搜一搜 只要杀过人 就一定会有痕迹 我家凭什么让你搜 怎么 心虚了 警察同志 你看到了吗 你看他们就是心虚了 这是搜查令 请让一下 我们要进去检查 请 妈 这是小语的衣服 你为什么呀 为什么要杀我儿子 你插足我给辞车也就算了 我可以给你让路 但你为什么要杀我儿子 为什么这么残忍 你还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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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若婧 你还我儿子 你还我儿子 沈若婧 你好狠的心啊 居然杀死了我侄子 你简直太狠了 哥 你一定不能放过这个女人 楚先生 你这么爱处女 你肯定也想把这个杀人凶手 杀了剥皮吧 当然 哎呀 警察同志 你还在犹豫什么 快点 把这个杀人凶手 给我抓起来 没有 我们没有杀人 那这件衣服是什么 这上面的血迹又是什么 这衣服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家 人证物证俱灾 你还敢交病 警察同志 赶紧把他们抓起来 我怀疑他们是团伙作案 我们要确定那上面的血迹是被害人的 才能进行抓捕 这还有什么可确认的 去和花园找找尸体不都行了吗 不用去找 为什么不用去了 你是怕找到尸体做尸罪名吗 因为他已经来了 漂亮 小语不要离开你 小语 你没死啊 小语小语 你没事吧 奶奶我没事 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已经没气了 什么情况 人没事 这是场误会 林扎同志 这不是我 而且你们也没有办法 正好我也要报警 周先生 你是要说林家抱假紧的事情吗 除了这个 还有林家绑架虐杀儿童 子珍 我没有 不是我 我 不是你 你刚刚为什么说他明明没气 谁没气 大家都不知道 除小笑笑语失踪的事 你怎么就知道他没气 小语 你知道是谁绑架你的吗 知道 是妈妈 你胡说 你根本没有看到 你明明蒙着双眼 你怎么知道他蒙着双眼 我 我猜的 电视剧里 你是被绑架 都是蒙着双眼的 小语啊 我问你 你看到我们了吗 没有 因为我的确被蒙住了 你们看 我就说嘛 他没有看到 他没有看到 但是有人看到 我的保镖四处查探 看到有三个人绑架了他 其中大山自觉 罪孽深处 主动联系了我 并配合抓捕了其余人 功过相提 我也就不追究他的责任了 警察同志 我加入这个团我最晚 我也是第一次干这个活 幕后知识 全是林夫人 是他 让我们往死里 虐待这孩子的 我亲眼看着 他们往孩子心口上踹 万般虐待 孩子身上 全是伤了 他干的 真是出生不如的事啊 警察同志 当时我没法救下孩子 我只能偷偷地照些照片 不做正直 孩子被他们打到 酷了好高血 被扔到了 沈家的护花园 幸亏 当时小姐 给碰巧看了 就像这次 延延一息的孩子 他们 这就是虐杀 什么醒悟 这分明就是 楚慈琛的人 我就说 楚慈琛 怎么会连个孩子 都救不出来 原来早就安排好 昨天捡到厨余 看似活不成了 其实身体渐渐康康 就是饿了一天 有点虚 如果不是 漂亮阿姨救了我 我已经死掉了 救命之恩如同再造 你以后就是我的妈妈 小语 小语 这都是我的错 你妈妈并没有想杀你 这都是我的主意 无论如何 她也是你的妈妈呀 小语 我是你妈 你是我生的 你不能这么对我 是吗 你是她妈 那我是什么 是吗 你是她妈 那我是什么 母母 你听我解释 林宛如 我这些年对你的好 都被狗了吗 你们林家 拿了我们楚家 多少好处 你不是不知道吗 五年前 你们林家 就是个破落户 如今进入海城 前十的产业 都是我们楚家 在帮扶 都是小语 带给你们的 你即便不是她的亲妈 你也不能这样 虐待一个孩子 她才五岁 你怎么能下得去手 楚夫人 就算我们做错了什么 还有法律在这关着 也不能动手啊 法律 你包扶我 你包扶我 再看到沈柔 今后就撤你贴心吗 你根本打心 眼里看不起我 你知不知道 你的好孙子 已经被浮射污染了 早晚的血液病 就算我被枪毙了 也有她陪着我去死 你说的是这个吗 我已经把她换掉了 李人半叔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我要打死你 妈 你干嘛呢 怎么能当着警察的面 动手打人呢 那我动脚应该可以 也不行 宛如 怎么样了 医院 我们要去医院 公平靠人之险 楚家就算在里 还能杀人不成 这两个人 我们会进行抓捕 但在这之前 我们要把他们送进医院 进行治疗 林家这些年 借着我们家的誓言 赚得盆满钵满 我真是瞎了眼了 我 看看时间 这个点 林家应该被咱们 楚家并购了 他能同意吗 绑家虐待楚语 差点致死 他们敢不同意吗 为了商业宏图 牺牲自己的儿子 楚先生真是好手段 妈妈这些都是经过 我同意的 小语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 小语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 你好 我是妈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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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语 妈妈在 妈妈 他真的是我兄弟吗 对 你们是三胞胎 太好了 楚先生 那个照片的事情 查清楚了吗 老大 查到了 照片是批的 沈小姐好像让人骗了 幸好 幸好什么 幸好那一碗 是我 没查清楚 沈小姐很道歉 过去的种子 都说我不好 没关系 我带人有大量 原谅你 好 虽然不知道 我的记忆中 为什么没有你 但是从现在开始 我想试着了解你 好啊 这一生很长 我会等你想起我 爸爸 你以后会给我和 厨语分一样的遗产吗 哎 哎 死了才会分遗产 这样啊 那你死了以后 会给我和厨语和妹妹 分一样的遗产吗 活着 也会给你们分遗产 那太棒了 爸爸你放心 等你老了 我绝对不会把你养器关的 我绝对不会把你养器关的